哈喽我是小表妹 谁啊竟敢冒充小表妹 嗯我真是小表妹 因为我的皮肤到气了 必须要通过勇者修炼才能继续充斩 给大家看看 这一圈圈的机关还有孤跑 皮肤能不能回来就得看我自身的实力了 姐姐你还是赶紧开始吧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光顾着跟你们扯皮 时间就剩下这三十秒 要是慢多几步皮肤就别想难了 妮妮皮肤也能给眼睛烧去一层皮 在这冰块上可要小心露华 要我刷了个狗吃便便就得不偿失了 给你们别按一个鲤鱼龙门珍珍喜气 这一层还没过呢 就来仙人掌刺后 只能做下小银按摩啦 时间剩下不多得加快速度 抓住这慢头往前躲 回头一看 眼睛已经人暗升起来 看来是第一阶段 也快不过我的小脚步 死里逃生了一次 前面这旋转棒棒糖 必定是要蹦蹦跳跳过去了 可别得卷入其中 打个卡 注意方块和方块之间的距离 等等 这方块竟然会自由伸缩 看着时机坐舍一跃 岩浆又升一格了 比较是岩浆 前方是第次 这是两边为难 好在第次都有点良心 也留着可以通行之路 走出S型 才没几秒又升上一格啊 他还是想问水属青蛙啦 别以为小蜜蜜上升我不知道 按钮加推拉机器壁 只要看着墙面行走 慢慢的往前挪 没问题 看着头顶还有三拳 不远了 而且是岩浆还穷追不舍 已经淹没了第一层的哭泡了 上升时间较快 啊 怎么还叫快啦 一步步的逼急 我也不能再死出洞流啦 雷黄金沙这里飘起来后 要找出落脚点 哎呀 救命啊 一下子掉到最底下 赶紧跑 这次我再不小看岩浆的速度了 松了可惜 小蜜没一号起飞 落入岩浆 忘记点覆我点 又落到这里了 岩浆已快满上来了 我这次肯定睁在眼前 看好雷黄金沙的落脚点 啊 终于越过来了 有惊喜 这种逃亡的时候哪有心情看出啊 当然是直接跳过来 底下的银浆已经对我虎视眈眈了 不可不能在这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网红玻璃桥 有意思 看准着坑坑洼洼的地方 暗律潜行间就能安全全通过啦 怎么又是仙人掌 这是非要我变成小刺猬的节奏吧 仙人掌迷宫还是有缓和之地的 找到一个完美的入口点 见过一血苦宝的心酸时 这种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啦 只要熟悉他的套路 不及时仙人掌 就能轻轻松松走出去 不知不觉 这银浆已经上升整整五颗了 赶紧乘坐流黄金沙跑路 练得如果成型的二单跳 终于是派上用场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上跑 旋转兵过来 逆着他行走的方向跑啊 白色毛毯 轻飘飘的 不过他有个中间点 只要踩中了 就可以安然无恙 密口气通过 胜利在我们眼前啦 看到皮肤星星了 只要吃下它 就能豁富自身皮肤 还有这银浆 是不可能追上我的啦 你给我等着 啊 吓我一跳 还是赶紧溜吧 我才发生烤鱼呢